大家好 数码恶魔传说的第十期 这一期也是剧情上的结局了 那么前这么一个小时 基本上还是没啥好说的 就是这个爬塔 然后这期的话是我们要打两场boss战 然后这个就可以去捡最终boss了 那这个也是第三个大存当点 这块是这个练集 我是在这练集的 然后那这块就可以看到 这个出现了这些幻影墙 这个幻影墙你必须走到这个面前 才知道这个有没有墙 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 你看这条路是通的 但是你走过去有墙 有些时候是你看到这个有墙 但是走过去呢却能穿过 那这就是非常臭名昭著的 这个吉祥天的这个死亡惨叫 那在这就给大家领略一下 那这三个也是非常贱啊 这个我们还不能是直接以这个 不能直接以这个 叫什么来着 不能直接以这个全体物理攻击来打 这个都听到了吧 那建议是优先干掉这个吉祥天啊 因为他会这个 他会这个催眠 然后再加上这个 大网声 就是这个催眠状态下击死 这个是非常烦非常烦人的 那其他两个就随便打了 那个是我们都之前都见过的这个敌人 刚才说这个幻影墙啊 就是有些时候你看着它是墙啊 但是你走的走近的话 它是可以穿过去的 但是上期也说啊 这个缺乏一个这个缺乏一个这个见面过渡的这个动画 所以说看起来有点有点乍眼 而且这个有时候镜头拉近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SERA设置陷阱的这个动画都给挡住 反正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因为这个模拟器毕竟不是这个使机啊 我相信也没有人想看这个使机 因为他这个锯齿太大了 还是由这个模拟器强化一下 这个效果会好一些 就比如说最早 就比如说之前做这个魔剑啊 顶着这个人物下面 这个这个可求情的这个这个视约效果呢 我还是硬是录了这个硬是录了这个 就是硬念加速的这个 否则的话 放到现在来看实在是看不过去 那这两个敌人的话呢 由先还是干掉这个骆驼啊 太烦人了 同一给你放个冥界智能 你直接全体去换就全没了 那大象的话 就是一个蓄力 再加上这个exclusion呢 就可以干掉 那这个塔里面呢 这后几个boss还是挺强的 那前提是你不是老油条 你是老油条的话 那也不是特别强 你就刚才就是一个这个走进了 才发现它是不存在的这个墙 当然了你是老油条的话 你还要知道他们的这个象星和这个呃 这个技能技能列表啊 这个依西斯的话就是只能用这个魔法来打了 那这个最终boss一定是要有这个全体魔法 和我们这边一个全体物理啊 否则的话是 这个最终boss也是非常典型的这种 你知道打法就可以非常简单就过了 如果不知道打法的话 你跟他走这种 这个你来我往垃圾战打起来的话 那真是被他玩的 真是需要被他玩死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最后一个区域呢 是这个幻影墙再加上这种光带 是两个两种陷阱合二为一啊 但实际上这个大区域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这个花样 相比来说 总体而言这个DDS这个迷宫的花样啊 是不如这个真三的 然后剧情演出上呢也是偏直白一点 因为传统的这个真女生转声的话都是没有配音的嘛 这次是加了配音 而且这个日版的声音还是挺好画的 而且这个好多剧情都表现的特别直白 其实你不需要脑补啊 或者是总体的 像真三那种带有带有一点这种这个意识流的这个感觉 所以说也是尽量尽量向这个尽量向这个市场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妥协啊 当然这个战斗难度 战斗你就这个魔法和物理的平衡上来说也是做了这个妥协的 让我们常感受到这个魔法对轰的这种快感啊 但是这个难度上感觉并没有 当然还是有很大妥协的 像我之前说的这种换人的这种 换人的这种就是接力的这个方式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死了的话 这个战斗之后这个一点血复活啊 然后这个破魔属性的改成不是急死啊什么之类的 这些都是这个难度降低 但是在这个高一滴滴滴的这个面前 感觉有时候战斗也不是很轻松啊 对实际上六二可以一个这个嘲讽 然后我们用这个全体兵杰 然后到这个时候我还是试着到这个帕尔瓦蒂它是弱这个 它是弱这个兵杰的啊 否则这个小兵杰的话也可以 就是中等兵杰伤害也能打死 那给对方加两次这个物理攻击之后呢 他们这个攻击就特别就是相当可温了 也是抓紧时间把这个剧情这部分给出完了 那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做这么做这个隐藏的这个剧情了吧 那这又是遇到这个八一四千 我们现在这个手上的枪已经威力够大的 可以可以尝试着来打 我记得这次好像是打死了 也是让也正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游戏里面这种抽奖的这种怪 你说要是游戏通关了一次 这一次都没抽到的话呢 也太那个了 那他是用两次这个全能力下降 第二次第二回合并没有逃跑啊 给他来一个这个全体射击 这个经验值是非常多 5万的经验值啊 这个主人公是升了两级 那可以看到每个人是人形状态下结束战斗的话呢 也都会有一个pose 这个回头我可以看看啊 可以找可以找做一下 那实际上接下来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之前在上一期里面 就是有一段是这个调了半天技能啊 然后发现外面没有boss 那这块呢 这个外面才是有这个真正的这个boss啊 我们这边这个人物已经开始可以吸得这个底卡甲和底昆达这个技能了 这个是在这个往后的这个boss战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现在还是要靠这个组合技 我打到最终boss的时候应该是可以装上这个打枪上升和下降这个技能 那好吧 又估计错了 这还是你像这种这个正在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然后前面有个门这种 直走八成就是过不去 只能靠绕这个旁边二路啊 而遇到两个这个大象怎么办呢 看这个一回合能不能用这个墨出路打死 反正是可以的 那也多可以了 刚才是降了一次对方的这个防御啊 否则万一打不死 然后让这个这两个大象是有这个眼光技能的 他们是可以给自己 每个都会用 用这个cycle rage 这个用起来的话很难搞 感觉并没有什么好路可以走啊 那对于这个吉祥天呢 一定是尽快干脚 不要这个拖它 这个蓄力加摩失度是保证会死的 但是不排除出现这个miss 或者是这个敌方限制行动啊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你有时候你无法避免的 好吧 这个刚好就是那20%啊 我刚才说了这个八成是走不过去的 结果他这个就能走过去 把这个席特放在第一个 然后这个开局就嘲讽的话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在这个等级高的时候啊 我就喜欢这么搞 就是 尤其是写到了这个终结世界的时候 先是排第一的人先一个嘲讽 排第二的人一个这个终结世界 然后基本上这个人就没了 对方就没了 如果还有的话呢 第三个人可以是吧 然后实际上再装一个这个万能属性 美极多龙 这样的话那是 除了是那种这个特殊怪啊 就是会掉落这些 掉落那些这个加属性的这个药的那种怪 他们可能是能撑得过去 其他的基本上都撑不过去 那好吧 这个刚才也是又打脸了 说的是这个外面就是boss 结果走了这么半天呢 才到这个外面平台上 可以看到外面有两只鸟在飞啊 一个是这个加罗罗 也就是这个真三里面 由这个斯巴娜 就是这个金翅鸟 金翅鸟进化成的这个加罗罗 然后还有一个是贾塔尤 这两个都是这个印度神话里面的 这个贾塔尤应该是出自这个罗摩耶纳 这个印度的这个史诗啊 就是说他在这个罗沙王拐跑 这个罗摩的这个妻子的时候 然后这个贾塔尤就去打包五行 结果被人给揍死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上一期这个蜘蛛丝这个东西呢 那我回头又查了一下这个百度百科啊 而是这个借穿龙之戒写的一个小故事啊 并不是 并不是这个这个原版的这个佛教经典啊 而是这个 是这个其他人的这个二次创作 可能里面有些细节 之前讲的也不是那么准确啊 反正那个意思盖子道就可以了 那么到这块的话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技能了 当然前面还要有还要走跨过几个平台之后才要打这两个boss啊 这两个boss还是嗯还可以一个脚踏右的话它是很烦人 它是会使用平凡使用咒杀的 所以说一定要有这个场上有人装这个呃这个咒杀盾 所以呃每回合都要张啊 要不然要要搞死你 那这个外面的这个结构是好几个这个高台啊 每个高台呢 它是通向这个主塔的时候 这块有个开关 我们开了这个开关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前面这个信凶起来 就可以往这个下一个这个高台走 走到不知道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高台啊 就要打这个boss了 那这个很多恶魔的这个配音都变了啊 之前这个金赤鸟这个配音不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这个魔法的这个大伤害就比普攻的这个效率要高很多了 刚才这个普攻最多可能就是打个80点左右 希特可能能打个100点吧 这个呃这个呃这个魔力的这个这个属性攻击的这个大伤害呢 差不多就有接近三百点 当然你前提是你装了这个呃 你装了这个两个这个提高这个伤害的这个被动技能啊 那这个就是 通往这个下一个平台的这个方法 因为之前调过了嘛 所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没有装这个 除了这个安吉拉主要啊 其他人都没有装这个全体伤害的这个技能 所以说只能一个一个打 那这个曼多罗选版的啊 我们都走到这了就不走就不往回走了 不用贪图这个boss给的 你说这个boss给的ap比较多啊 是吧 我说回去再换一个 你去你会跑回去这个第三个存当点练吉的时候 这个ap大大把大把的有 不用在乎这一时啊 其实走到这个迷宫尽头的话 我们的这个技能肯定是够对付这个最终boss来 很顺利的这个通关的 所以说不用纠结这个小事 那又先把这两个这个卫兵给干死啊 这样的话剩下一个这个即将天 我们之前这个席特已经蓄力了 好把这个人物换回来 因为这个不知道走到哪这个boss就就触发这个boss战了 所以说还是稍微小心一点 好那看来还有一个开关要开 开完这个开关下一个平台应该就是这个boss战 还是跟上次一样的这个战法啊 我这次有点失误应该是把这个席特换到第二位的 这样的话它可以提前需一个力 那现在的话呢 还要在 嗯 还要在这个 是吧 碰两个回合 其实还是优先把速度给加上去啊 免得miss了的话呢就尴尬了 好在那这回就不换回来了 因为这块还要开一个这个光柱 所以说最早也是到下一个平台才这个 才这个出发boss战啊 已经可以看到这个下一个平台就是最后一个平台了 它直接有一个通向里面的门 那在这块的话可以考虑把这个人给换回来 这个应该是让这个Cielo带了这个咒杀无效的这个盾啊 那先是打这个脚踏油 记着这个张盾 那先给他们 先给他上一番这个 俯顾魔法 啊 然后他直接给我们两次这个 他给我们两次这个 嘲讽啊 那我们现在防御已经到底了 那还是先张盾 然后再用这个底昆打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防御防御下降给解除 那否则他这几爪子抓上来那肯定是要了亲命了 这个作杀盾是每次都要张的啊 否则的话这个简缘就不好了 那这个地变应该是对这个飞行飞行的是无效的啊 所以说就 哦 他还会给自己打消 那这次这个周沙盾的话就这个呃 就是有了作用了 那以后这个安吉拉就负责这个回复和这个释放弧度魔法 这个攻击呢全部交给这个萨夫一个人 这每回合400的这个攻击也是绝对够了 那给他降一次这个速度呢 这个无论他打消的有多快啊 那至少可以是吧 他即使打消的话也是浪费他一次这个行动回合嘛 所以说 因为这个叫什么来着 因为这个CLO他这个电击也是打不掉这个对方的血啊 所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这个安吉拉呢 并没有全部的这个 他的这个鼓励技能的这个丰富程度是 呃不如这个CLO的啊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可以跳过他的行动回合 让这个CLO去 让这个CLO去呃 就是释放一些更有效的这个幅度魔法 把他把自己这个下降打消了 所以说这个盾啊一定一定不能 马虎 有可能场上的一次检员就预示着你这次这个 你这次战斗失败啊 有可能就要独当 当然了这个最危险的还是这个两个两个嘲讽 再加上一次这个上升打消 这个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打消他这两次嘲讽造成的我们这个防御力大幅下降这个buff 反正是他上回合啥也没干 我们这回合也啥都不干 当然了他本身是不制咒杀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咒杀反射回去也无所谓 好了因为看他已经快死了啊 所以说最后就没有再张这个盾 那这个呃加罗罗出场之后呢 还是有一番这个开场白亚 两个人都是说都是被这个CLO重新编译过的了 所以说这个甲优塔不是这个加罗罗的话好像是会这个破魔魔法啊 还有这个虚拟趋力啊 魔法趋力和这个物理趋力 先看看他这个象征吧 是不是我们这些属性魔法 不吃这个冰结只是这个电击了 那这个萨弗就改成这个弗 他有这个打效自身的 那我们就多给自己上一上这个 我们就多给自己上一上这个buff吧 当然了给他上buff的话 可以诱使他这个浪费回合 那这个因为这个CLO他的这个魔力不够高啊 所以说这个魔法输出是会稍微差一点 那打这些buff不易拖太久啊 有输出的机会就尽量输出 那还是使用这个破魔了 这个还是非常健的 因为他这个破魔的话会大幅缺你的这个HP 再加上他这些其他攻击的话 可能最后造成伤害就比较大 好他开始蓄力了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想想办法 好他这个HP也不多了 那我们就加一加防啊 给他降降降攻击什么之类的 就扛过硬扛过去他这个 硬扛过去他这个HP对招 你觉得物理攻击蓄力了之后呢 这个不用物理攻击 却用这个全体魔法是啥意思 你看这个蓄力之后这个招还没来得及出啊 就被人电死了 那好像并没有得到什么AP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也不算有很大的损失 好了那接下来就可以进入这个最后一阶段了 也就是这个迷宫的最后一个位置 那还是先把这个打boss的这个技能给换回来 主要是把这些辅助魔法去一去啊 把这个呃就是被动的这个技能啊 还有这个全体魔法给加上来 那最后一个区域就会遇见一些这个比较强力的这个恶魔了 但是呃不是不是特别推荐 有一些恶魔真的是不是推荐打 就是之前做过一些boss的 然后他们再重新作为这个杂兵出场 那真的是很不推荐打 因为打起来效率非常低啊 有打他们的时间都已经可以打好几波这个第三个大存浪点之外的这个这个杂兵了 那来的钱和来的这个经验不比打他们低 当然这个问题就在于有几个这个加能力的道具呢 就是从这几个家伙身上掉 所以说最后在刷这个道具的时候还是必须找他们 不过刷道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这个级别应该已经练的相当高了 对付他们也有相应这个办法 就不用再是吧 好的这是最后一个大存浪点 好修整一下吧 这个状态回一回 把这个曼多罗 把新的这个曼多罗给换上 其实这个西特这块是真的亏了 他早就应该换上这个应该是天津神的这个曼多罗包啊 去学这个去学这个冥界之门那个技能包了 这样的话可能打boss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终结世界了 不过这个终结世界好像对boss这个最终boss是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最终boss是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万能的那个耐心的啊 所以说所以说你把叫什么耐心的 你用这个万能魔法打他是基本上是不效的 好像只有十分之一的伤害吧 还是五分之一的伤害 好像这个非常非常惨吧 那刚才遇见的就是一个之前那个boss啊 尼德霍格 也是建议这个蓄力 然后execution呢 直接打死啊 否则的话 这个非常麻烦 这些当过boss的杂兵呢 都会用这个眼光技能就是加自己的这个行动回合 一旦他们开始这么搞起来的话 你打你的战斗就会搞得非常被动 好了 这是最后一个区就是这个 这个幻影墙加这个光带 那一上来呢 我们就被一个幻影墙给拦住了 这样的话只能看到这个Cera这个动画的这个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因为这个视角拉得太近 出现这个墙看不到 就我之前说的这个Cera回头这个动作是看不到的 他回头之后呢 背后就会出现这个光带 光带也是看不到的 那这个墙进不去啊 我们只能是另寻其他路 这个还被埋伏了 那这个第四个存当点往后呢 他们这些基本杂兵是不变的 和这个第三层一样 就是加了那些几组特殊的这个杂兵吧 就是这个尼德后格 然后这个影星鬼在这个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区也可以见到 然后加了这个贾他友和这个加罗罗 还加了这个 还加了这个萨迈尔 就是这几组这个非常 哦对还加了一个叫这个赫鲁斯 加了这几组什么啊非常烦 尤其是以这个赫鲁斯和这个萨迈尔是最恶心的 这个一会儿会遇见他们啊 遇见他们的时候你们再看 简直是恶心到爆 啊如果你打到这个阶段已经干掉了这个别西普的话呢 是能拿到这个杀生石 杀生石是 就是如果你这个队伍里面没有人使用咒杀的话 打一个赫鲁斯真的是烦 什么攻击打到他身上这个效果都平平 好回一下去我们开始走这个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是相当复杂 也是跟前面一样啊是分成好几个这个小区 由于有这个幻影墙的搭带啊 所以说好的路呢你都要稍微走近一点才 才算这个看的清楚啊 那这个两个这个吉祥天再加一个大象这个都非常烦了 而且我们还是被这个埋伏的状态 其实这场战斗逃跑比较好啊 否则的话是有很大的几率被这个团灭了 而且一上来被降了一个全能力 那这就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这个降全能力里面包括这个速度啊 有可能我们这一个这个末术党就会逆死 还好这个因为它只是降了一层嘛 现在全员差不多是这个50几级 到这个boss战 剧中boss战的时候差不多60级左右吧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通关等级啊 没有可以链击啊或者是总地的 那这个一上来就是落到这个下面的坑啊 这是落坑了之后的这个第一个地区 这小式牛刀啊 就是一个三叉的这个一个分路 然后我们走到一个稍微走了差不多 就是过了两个光带就就就就看见这个楼梯了 并没有太难为人 啊这个CLO是起到这个咒杀和破魔无效 还有这个the ability就是这个全能力下降 这下可以把那些昆大系的技能 这个它就是相当于一次就是集结了这个各种这个昆大系的这个技能啊 这个咒杀无效建议也是装上 这个咒杀无效建议也是装上 好那这个就是萨梅尔 萨梅尔这个血刹波 每期准备的话是2000左右吧 这个好像只是这个物理攻击 而且它这个而且它的这个本身有非常强的这个物理攻击啊 好它这个物理攻击还是效果减慢的 那可以用这个可以用这个电击之外的其他魔法来打 建议每回合都张这个物理反射盾 这样的话打它会好一点 因为它有时候会频繁非常频繁使用这个冥界破 当然它自己本身也会装这个也会上这个物理反射盾啊 好那看它并没有2000小 可能1000多吧 你看这个打着一个怪吃个石膀 费了多大的功夫 那之前那个走廊呢就是啥也不看就是一直往这边走 但是我以为这个门是一个正路啊 但实际上发现就是这条走廊一直走 它是一直是有这个幻影枪 但你走到尽头开的这个门并不是这个正路的这个门啊 看来刚才我们发现这个门这个更像一点 那先干掉这个骆驼再说 那之前这个骆驼做boss的时候是有这个 呃是有这个叫什么来着 他是不吃这个 他是不吃这个地面魔法的 当时好像这个地面反射 哦 但是实际上我们好像没有在装这个ingest这个技能啊 所以说不能这个直接捕食至死 我们刚才其实左转就有一个上楼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靠谱啊 可能有诈 好这个先蓄力 然后萨夫一个兵杰打到中间这个伊西斯 然后再跳过这个安吉拉 然后再使用那个默石鹿 这个就是这个组合使用的这么一个标准打法 好那就是刚才并没有使用默石鹿 而是用这个executioner 其实刚才是可以使用默石鹿打死的 好然后刷了这个三个隐形鬼 这个好像忘记怎么打的了 这就是有查看了一下好像是这个地面是有效的 然后这个物理是有效的 但是这个地面打呢 所以一点有不同的 但是 Bye nombre 我不懂 这个地面打了 notice 这个地面打呢 合我 因为没有1 到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时蓄力打了好多次 幸亏刚才还是算给了一点奖励品 是拿到了一个Power Noise 就是能够加力量 所以你都不得的血数真的辣得多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